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然我应该会崩溃 那没有甲虫出来 所以他就叫我们带他去山上玩 去山上夹甲虫吗 对 甲虫真的是很多小男生的最爱 我们家儿子曾经为了家里死掉的橡皮虫落泪 他不是因为养很久 然后很有感情 所以他死掉会哭 而是因为死掉了以后 他就不能捡去养 所以他很伤心 我觉得人男孩都很爱甲虫吧 而且像我们家小孩 居然连蚂蚁他都可以拿来养 整窝养吗 没有 他整窝我应该就崩溃了 他就会抓几只回来 然后有时候他会遇到那个 可能蚂蚁要搬家 他就会捡那个蛋一起 然后拿一个盒子把它装在那里 然后开始喂他吃 他吃剩的早餐血 也不错啦 就是日常生活中的生态观察 其实除了甲虫啊 台湾的野外 还有很多很多值得观察的昆虫 或者其他的生物 我们今天邀请到赫赫有名的热血 阿姐 黄世杰 阿姐你好 太棒了今天终于来上节目了 咪咪好 秀秀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阿姐我看你拍了很多跟大自然 跟养虫相关的影片 你们为什么会那么喜欢大自然 跟喜欢虫 其实刚才听到两位在聊 这个小朋友养虫跟养蚂蚁的事情 我心有气气焉 我从小就非常喜欢自然观察 但那时候叫做不务正业 因为我在幼稚园的时候 我家是住在台北市 是住那种日式的平房 就是那种整间房子 都是木头做的日式的那种 那种很旧的房子 那在那种旧的房子 它所有的框都是那种木框 窗框都是木框 那我第一次饲养昆虫的经验 其实就是在家里 就是养蚂蚁 就是养蚂蚁 但是我没有像男的孩子这么厉害 还特别拿个盒子 把他的卵装起来 我单纯就是看到蚂蚁在窗框上面活动 我就觉得哇 这个好好玩喔 然后我就去把我奶奶放在冰箱上面的砂糖 拿下来倒在上面 然后从一只蚂蚁变成十只蚂蚁 变成几百只蚂蚁 我就觉得很开心 看蚂蚁在吃东西 然后他们还开始把那个糖粒搬起来 搬回家 那我看了开心之余 我就开始觉得 他家长什么样子 随手把我爸工具箱的衣制起拿起来 就去翘窗框 被发现以后被毒打一顿 他们觉得我疯了 你把人吃东西拿去喂蚂蚁 然后还破坏家具 那是第一次养昆虫的过程 我觉得那是蛮有趣的观察 但如果你要问我 为什么这么喜欢昆虫 也一直在做这件事情 那个我觉得是人的天性 幼稚园时期 我就很喜欢蹲在花草上面 看蝴蝶啊 看螳螂啊 看蝗蟲啊 或者是夏天有蚕啊 有什么抓什么 我这只手只要伸出去 抓到那从来不放过 所以你好多带野外的经验 那通常你带野外课程 第一步会教大家做什么 第一步啊 穿长袖长裤 长袍环蚁吗 这个我们用标准的 我的制式的戴法 只要穿加我的活动 第一次我一定会要求 大家尽可能的穿长袖长裤 但是夏天你要穿长袖 真的很辛苦 那有一些朋友 他们就会买那种透气的 快速排汗的 我觉得那OK啊 不然他有时候真的会中暑 因为太热了 但是长裤是绝对要的 再就是你一定要穿包鞋 不能穿拖鞋 因为你在野外 在这些草地或落叶堆里面 可能会有蜈蚣 可能会有一些有毒的生物 那你不小心踩到的话 那他可能第一件事情 他就回头咬你 他不是为了攻击你 而是因为他受到伤害了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观点 那我们当然不想伤害动物 我们也要保护自己 第二就是 我会建议 大家要喷防蚊液 但是我自己不喷 因为有一些孩子 他可能过敏体质 所以我都会建议 他们有露出来的皮肤的部分 最好喷一点防蚊液 当然尽量有那种友善环境 我们就用 如果没办法 那你还是得喷 因为我们还是要保护自己 那但是这些有喷防蚊液的朋友们 通常我都会在接触一些 比较能近距离观察 或者到你手上观察的这些昆虫 比如说竹节虫 螳螂 甲虫 那这些朋友 我会请他们就手标过来 因为我们不应该喧兵夺主 来到森林 来到生物的环境 还制造了一些 让他们不喜欢的东西 所以我自己是苛求 因为我是带领的人 我一定身上要没有任何东西 让这些生物 他们到我手上 给大家看的时候 大家能看得清楚 那我又不能伤害他们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其实我自己觉得 如果在一个比较好的环境 太多人 比如就像大坑那个没有办法 那已经是 几乎是已经很像市区了 所以真的是比较好的 自然环境里面的蚊子 其实是比科普还要少的 非常少 真的 刚才这个我一定要补充 就我常常到世界各地的 雨林去探险 到真正的环境好的雨林里面 几乎没蚊子 因为它的生态是健全的 它有很多的天敌 它们很棒的生态循环 所以在市区 你会遇到很多蚊子 原因是因为我们市区 最多蚊子的天敌是什么 燕子 鸟类 其他的昆虫 还有蝙蝠 但是因为市区都市化以后 你这些它们躲藏 气息环境不见了 这些生物就没办法住在这里 没办法住在这里 那你知道 那个老虎不在家 猴子就当大王 现在我们到处都是小黑蚊 到处都是蚊子 那也没办法 这是无奈 可是到真正的雨林里面 反而很少遇到蚊子 真的反而来科博馆 一定要喷防蚊 小黑蚊很多 除了就是安全的问题外 带了它们去外面 你第一步会带它们看什么 我对于自然观察 这个带领的立场 我比较喜欢 就是大家各自发现 因为从 我自己有小孩以后 有一次 我永远记得那一次 我在阳明山 然后我带着我家人 去走二子平步道 那我就在一个棺木虫上面 看到一只竹节虫 我就要叫我儿子过来 那我太太 她就说等一下 我来 她就请我儿子过来 以后她说 爸爸在这个 这一堆草里面 找到一只竹节虫 你自己找找看 然后后来发现一件事情 我找的那只 他没找到 他找到三四只 我没找到 他比你瞎 这个东西 也牵扯到很多 不同的观点 就是我们不要 帮孩子学习 你来看 这边有一只竹节虫 你手指给他 你已经帮他学习 大部分小孩一看 哦好棒好棒 好结束 他学到什么 他学到你告诉他 那边有一只竹节虫 但是他没有 自己发现竹节虫 他没有办法去理解 为什么会有一只竹节虫 在那里 你第二是 让孩子自己来看 有个好处 因为他的角度 跟你角度不同 我那时候 以我身高180 我儿子身高 大概才80左右 我们看的角度 视线是不同的 所以在他的角度 反而他能发现 更多属于 他自己世界的东西 那我们最重要 并不是帮他学习 而是引导他学习 所以我太太的做法 是正确的 后来我到野外去 通常我都会做 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今天我们到了 这条步道 那我一个人 只有两只眼睛 但是我们一群人 有几十只眼睛 大家一起观察 你发现任何奇怪的东西 你都可以来回报 哦圆圆的 会不会是一只虫 在树上那个盘在那边 会不会是一条蛇 藉由他找到 我们去把那只蜘蛛 或者是虫 用盒子装起来 透明的盒子 或者是用手扶起来 给大家看 很棒哦 我们今天这位同学 他马上就发现了 要给予鼓励 找到东西 第一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因为你自己发挥的能力 去找到 第二件事情 开始讲解这个生物的状态 慢慢的卸下 大家对自然生态的心防 那才是我每次在做的事情 所以我会提点很多 可是提点很多的目的是 引导 而不是教导 人命之助 我还是不敢抓 用我抓 我可能也有一点点心理障碍 在这边 我要给两位一个建议 对 我们通常都会用抓 可是抓这个字 对自然生物来讲 就是一种干扰 我最喜欢用的方法 其实是引导 对人也引导 对昆虫动物也引导 蜘蛛你去抓它 你用力抓 还是你去把它捞起来 它一定会害怕 害怕的结论 要不就是逃 要不就是反击 反击 有真的就用针 有刺的就用刺 有人咬的就用咬 有夹子就夹 所以我通常都建议 不要去抓它 当你对这种生物 够熟悉的时候 你顺着它走的方向 顺着它头的方向 你可以把你手放在前面 或拿一片叶子放在前面 旁边后面轻轻的 动一下树枝 让它觉得 好像后面有什么干扰 它往前走 就自己爬上来 但是我们平常 大家出去的时候 可能不会有 就是像你们这种专业人士 大家自己出去 爸爸妈妈带着小孩 出去的时候 到了野外 他们要怎么自己开始看 自己看什么 或者是他们要感受什么 感受这件事情 其实它是一个 很抽象 因为最主要是孩子有兴趣 爸妈大部分就是陪同 当孩子在开心的时候 你能陪他 那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让孩子有家人的陪伴 那个是很棒 那在以前我们那个年代 是不可能的 我跟我家人讲 我喜欢虫 生黑不老用 马上就被 就被否决了 没什么好多说 但是现在是可行的 那家长可能他对虫 对生态没有太多的观感 但是你只要抱持一个心态 你愿意陪伴你的孩子 支持他的观点跟想法就好 因为很多事情 你不一定要把他想成 他做了这件事情 或看了这个东西 或学了这件事情 未来有没有用 因为你算不准 你今天孩子做的所有事情 他都是一个人生厚度经验的堆叠跟累积 所以你说 怎么去跟这些孩子跟家长讲 我只能说 我只能给一个最棒的建议 好好陪伴你的孩子 在他还有限的小受时光 因为通常孩子到了国小六年级以后 你要再约他 不容易啊 他有自己的交友圈啊 爸爸妈妈 他要自己出去玩 是 所以也不一定说 每一趟出去都一定要学到什么 获得什么 其实有时候就是陪伴 然后去累积那个经验 不一定是真的你要有学到东西 才要出去 一直以来我会有一种感受 我自己就是这样子走出来的人 我没有目的在做这件事情 我就是喜欢 我因为喜欢所以我一直做 但是做久了 你堆叠出一定的厚度的时候 他莫名其妙就冒出一个成果 莫名其妙就有人来找我要做什么 我们让孩子学习的开心快乐最重要 那今天开不开心 开心好 那就好 走我们去吃饭吧 就是这样 其实我觉得 你说让孩子能学到什么 其实现在有很多的新闻 就是他们到大学的出去野外 然后发生意外 这种意外事件一直在发生 在野外安全是很重要的事情 在这个过程中 是不是也可以慢慢让他们累积这样的知识 所以老师你再代收会有这方面的课程的一些引导吗 其实是透过我们身体力行 在环境中 你去持续前进的过程 以学习 走在这样的环境 你要需要理解的经验 所以我们是透过实作 不是在纸上谈便告诉你 你看到什么东西要怎么样 没有 到野外去 比如说我很喜欢带富洋生态公园 富洋生态公园有个制高点 你可以看到非常漂亮 101就在你面前 但是那边下面 就往前再多一步 就觉得类似那种玄癌的感觉 其实也没有很高 大概几公尺高 可是我就跟他们讲 我说你们仔细看 我们站在这个位置 你看到那边都长草 感觉上好像没有很高 可是那边那个地方 它是一个突然就 直接切下去的位置 它那个角度是很直的 如果你再继续走过去 就可能会有危险 他们就说怎么危险 那看起来草都长得很好 你永远没办法预知 那边的那块土或石头 会不会松动 因为我曾经有一次 那个是我疯狂在找甲虫的年代 那时候大概30出头岁 对吧 在往官物的大陆林道上面 那它有一种植物叫青钢粒 它喜欢整在那一种崩塌地形 那因为那颗青钢粒 它常常会有很多的树的汤流出来 会有很多厉害的甲虫 那那一次我就是摇了树以后 甲虫掉下来 然后卡在边坡上面的草上面 那我就想说那很简单 我看到那只很大 看到大怎么可以 怎么可以不把它抓起来呢 就见夜欣喜 整个人跳下树下 然后趴在那个边坡旁 手伸过去往下抓那只甲虫的一瞬间 整个边坡滑下去 你知道花去我整个人倒栽虫 还有旁边的杂草多 我就抓住杂草 然后整个人倒栽在那边 人生跑马灯开始 我就觉得糟糕怎么办 然后那时候心跳跳很快 然后就深呼吸慢慢的 稳了以后才慢慢抓着草 慢慢back回来 倒回到我原本的位置 坐在那边 然后虫一定是掉下去了 它不会死 因为虫很强壮的 但是我经历了那一段过程 那就是我们有时候在 专心的追逐某项事物的时候 会忘记那些危险 那这些危险 它势必透过你真正的经验值去增加 因为我没办法告诉你那个危险 你一定要遇到才知道 像现在夏天 大家最喜欢找独角仙 独角仙它喜欢在光蜡树上面 那因为光蜡树 被独角仙弄破皮 会流汁出来 那那个汁不止独角仙吃 还有敲醒虫吃 天牛 蟑螂 叩头虫 金龟子 蝴蝶 还有刚才您提到的虎头蜂 虎头蜂很可怕 通常上面会出现两大类 第一大类叫黑维虎头蜂 又叫双金环 那个是大型的 但是那个不凶 另外一种是小小只的黑腹虎头蜂 那个是台湾最凶最毒的 看到独角仙千万要提醒孩子 不要急着冲向前去 因为孩子看到虫会疯 先提醒它 先观察 你先仔细看独角仙在做什么 那也是一个我们在野外观察的程序 你看那边有一只虫 大家蹲下来先看 不要惊扰到它 你如果它快跑过去 它吓到就飞走了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你看到那只虫以后 周遭再看一下 有没有其他的床在旁边 没有 没有我们观察完拍完照再靠近 很多东西是需要实际的学习 当然在不同的环境 你会遇到不同的危险跟状况 我们就是一样一样的提点 这个是对于 有一些参加自然观察的 我知道还有一些家庭 他们几乎都走那种 博物馆啦 美术馆啦 很少去自然环境 我觉得你应该讲的是百货公司吧 哎呦干嘛这样 人家也是去博物馆的 那有没有什么样的入门建议 你可以让这些人慢慢就是不要一下子到这么野外的地方 呃现在有蛮多的生态讲师 昆虫讲师 他会做一件事情 就是到室内上课 那这些讲师 他就会比如说把他准备的蛇 虫 蝎子 通通拿出来给大家看 我觉得那不是一件坏事啊 但那也是一个慢慢的让家长 慢慢的让这个家庭对野生的东西产生兴趣跟放下戒心的一种方式 因为我们常说做一件事情是一体好几面 那因为有的人会认为说 虫就是应该在野外看 会带到室内空间来看 可是有一些人就是因为从小的教养 他就是没有办法或者家里不准让他到野外去 可是透过这样子的认识 大家可能会慢慢理解 原来这些生物没那么可怕 原来这些生物还蛮好玩的 间接了影响他们原本的观点跟想法 所以或许可以让这些家长他们多去参加相关的活动 或去参加去看看水族馆昆虫店 现在很多昆虫店爬虫店都去看一看 那让孩子多认识不是坏事 不一定要养 因为当你还没能力养的时候 你买回家就是害死他而已 借由看 借由观察 慢慢的对自然产生兴趣 那我觉得那个可能是对这些 暂时对野外还充满了戒心的家庭 比较好的一种方式 我觉得卸向心房这件事情很重要 是 对就是你要先去慢慢的去接触这些东西 慢慢发现这些东西不可怕 这些东西蛮有趣的 这些东西有值得你再更加深入的去观察它 去认识它去了解它的那个点这样子 对所以卸向心房 我觉得这句话真的是还蛮好的 那北中南有没有什么样的地方 能不能把我们各推荐一个比较入门的 可以去看虫的点 就是不管是已经对户外小有经验 或者是从没有经验 他想要第一步开始走出去的家庭都好 那北部我每次首推的 一定是我的生态启蒙的地点 富阳生态公园 那个是我连国外的朋友 连最近我跟BBC的人在联系 我都是跟他们讲去那边拍 为什么 因为它那边就是在台北的信义区 你还可以看得到捷运 但是一转头 眼前是一片森林 这片森林里面还有白壁星 然后有大概七八 我自己拍过大概七种蛙类 然后晚上可以看到的昆虫很多 偶尔会有灵脚销 跟黄嘴脚销 就是猫头鹰 那更重要的是你搭捷运就能到 捷运灵光站走路六分钟就到 那那是一个非常棒的地方 你可以体验一点点走步道的心情 如果你希望爬爬山 你可以从富阳生态公园 一路走过去福州山公园 那会有两个坡 两个坡我戏称 一个叫好汉坡 一个叫硬汉坡 然后再来就是 它也是台北大众走的一段路线 你可以往另外一头走 往木栅那头走 那可以走很久 那如果你对登山建行有兴趣 对生态也有兴趣 富阳生态公园 是我北部首推的第一点 那中部呢 中部哦 中部我一定是首推大坑啊 我在之前在中部 带了很多活动都在大坑 因为大坑它有个好处了 就是距离我们 我觉得它就是中部 我们台中人的后花园 非常方便 非常近 停车位也不是那么难找 你早点到就好了 然后它那边 在中正露营区那边 还有洗手间 在那边四通八达 人也多 但是人多并不影响它的生态 它生态还是不错的 因为总是有你走不到的地方 那走不到的地方 生物它们就在那边 繁衍工活动 台中如果以我自己 很喜欢去的地方 我会到大雪山 可是你知道 往那一头去 你开车就要很久 大坑真的是一个 很方便的地方 旁边的水沟里面 偶尔还能看到那种 陆漆的折屑 会从水沟那边爬出来 所以我觉得台中的大坑 是我在中部最推荐的一个步道 因为它步道又多远 南部呢 南部 首推 柴山的步道 为什么首推柴山的步道 因为它也是一个方便的地方 然后再来就是 它的人工设施 准备的够 虽然说那边会 你会遇到很多台湾蜜猴 那我还是在这边 要再次提醒大家 不要喂食野生动物 很多人就说 野生动物很可怜 没东西吃 你看那个鸟都没东西吃 阿姨 野生动物之所以叫野生动物 就是它有自己找食物的能力 这边没东西吃 它会到那边去吃 不要喂它们 你喂它们改变了 它们的行为 其实间接的造成 人类跟动物很多的冲突 你看有 偶尔我们看到台湾蜜猴 都在社会版 但是你藉由观察 它是一个好的地方 因为你确实可以看到很多 蜜猴它们的生态 比如说互相的礼貌 蜜猴在树上活动 然后它们的防御行为 发出那些威吓的叫声 那都是观察 然后那个是比较 财山比较低的地方 你在往更上面去的时候 它上面的森林 其实是丰富的 它上面的森林里面 涵盖了生物的种类 也很多 而且我拍了很多 很稀有的植物 其实是在那边拍的 所以我很推财山 而且在那边 很多石灰园洞穴 那边的石灰园洞穴 它每年只有 推定的时间开放 你也可以团体申请 你也可以带家人 几个家庭组团 就去找 他们那边的管理处 去申请 他会拍向导给你们 带你们下去体验 我觉得那是蛮棒的地方 财山我没有去过 但是真的听到财山 都是听到猴子很多 所以其实我一直 也觉得有点害怕 但听你这样讲 听起来还蛮值得 去看一看的 这边要提醒一点 这些猕猴在看你的时候 你不要理它就好 如果你到 有猕猴的地方 怕不限定财山 你手上不要拿东西 不要塑胶袋 它一定会来抢 你的手机要收好 你的背包拉链 也要拉好 然后再来就是 不要跟猕猴 对眼看 对眼看 他会觉得 你是不是 看我不舒服 我们讲 他就看我不错 就会有问题 会有问题 而且你刚才讲了 那么多台湾的 也会观察的故事 那你在国外 好像也有很多经验 你好像很常去 雨林等等的 有没有一些 有趣的故事 可以跟我们分享 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两个 两个疯狂的经验 第一个是到南美洲 因为南美洲 秘鲁 那离台湾是非常远的地方 我就是说 用了最贵的机票 买荷兰航空 那大概花掉一般人 两个月的薪水 去买机票 用最快的速度 14个钟头 从台湾到阿姆斯特丹 然后在那边待机 5个钟头 在阿姆斯特丹 再飞到 秘鲁的首都 利马 总共花了29个钟头就到 那是最快 没办法更快的 到了那边以后 我们其实只经过 短暂的两个钟头睡眠 早上凌晨5点 我们就出发 我们要从海拔70的 秘鲁首都利马 一路跨过安利斯山脉 到秘鲁的东边 巴西的边境 因为到那边 才能找到很多 那种整片原始的鱼林 很多很厉害的甲虫 后来跨到 巴西那边的鱼林以后 我从小学四年级 我就憧憬 希望跟梦想 可以看到的梦幻甲虫 它是全世界最大的甲虫 叫长级大都虫 在那片森林里面 第一个晚上 我们就请了当地的 印第安人跟向导 他有帮我们准备 发电机跟灯 然后我还在那边吃便当 就听到那个 很大的那种翅膀 那种声音 然后就听到 砰一声撞到灯 掉下来 因为那个甲虫 很多昆虫 晚上是具有趋光性的 所以晚上我们会用 利用灯光吸引甲虫过来 你知道那一只 15公分左右的 超级大的甲虫 就这样飞来撞灯 那非常壮观 你的梦幻艺品 自己就来了 以前只能在书上看 最早我国小四年级 看的那个百科全书 还是用画的 没有照片 后来看到照片 觉得太神奇了 全世界怎么那么厉害的甲虫 那后来 台湾不是有一阵 在蜂玩甲虫 我自己也有养过 那个东西 是可以养得出来的 没问题 可是内心就是少了一个 我想到产地去看 在那边亲眼 看到他飞过来以后 我又 你觉得可以回家了 没有 我很贪心 想要看更多 我跟印第安的向导 讲了一个 我说 这是他自己飞来的 可是这个虫 一定有他应对的树 就像独角仙 会在白鸡油 就是光纳树上面 我说你有办法 带我去找 他说有 他知道在哪里 我们花了两天的时间 在森林里面 边开车 车子倒烂泥 还然后帮车子脱离烂泥 再走路又开车 又这样一路 终于看到那个树 那一棵树上 有两只母的一只公的 那他刚好是一只母的 单独在一个角度 然后另外那公的 跟母的一对 他们就刚好凑了成一对 在那边 他们在吸那个树的汁 那才是我那一趟行程 最大的发现 我完成我小时候的梦想 在一个离台湾 这么远的地方 我一趟 那一趟总共花了30 我砸钱 砸到爆炸 把我的存款烧完 终于完成我国小四年级 国小四年级是几岁 国小四年级才10岁 我10岁的梦想 在三十几年后完成 因为我去到那边 2016年 现在是2022年扣发 我42还是43岁完成了 所以这个梦想 放在你心里 放了三十年 放很久 你去想那个梦想的 愿力有多大 那那个真的是 小时候我就喜欢的东西 可是小时候 以我们的 以我们的家庭背景 跟环境 他不接受你做这些事情 也不喜欢你做这些事情 因为他跟你生活无关 他觉得你学这些东西 你赚不到钱 你去学这干嘛 这就是我很想要提醒很多家长的 不要抹灭掉你孩子的梦想 他爱玩的东西 以现在的社会氛围 跟资讯传播来说 可能就是以后他赢别人的东西 这是最重要的 还有另外一个雨林故事 婆罗洲 婆罗洲其实我很喜欢的一片土地 那婆罗洲 它是世界第三大岛 很漂亮的一个地方 在那边 因为我常常到那边的雨林 那边是离台湾相对近 四个东头就到了 而且那边你到了以后 到任何个地方 因为他那边华人多 所以很方便 你讲国语不通 你讲台语 他那边都讲那个 潮州人 因为在那边你会很方便 所以他那边是我很建议 比如很多家长 你带孩子要跨出去 雨林要玩第一个点 我会建议到沙巴 沙巴是一个 你去到那边 你到机场以后 你一个钟头就可以到海边 一个钟头就可以到山上 有非常多的国家公园 然后他国家公园的建制也很不错 你如果提早到网路上订 你可以用那种很便宜的价格 就住在国家公园里面 我曾经有一趟去沙巴玩一个礼拜 连机票连住宿 总共才花五千块 超便宜 五千 连机票连住宿 因为机票来回才一千多块 买那个红眼航班 很辛苦啊 你刚刚单位是 币值是台币吗 台币 真的真的 现在应该没有了 现在机票都好贵 没关系 因为现在你还没 因为我会这样建议原因 是那个时候 因为是疫情前 他其实 天上的交通 可能比陆地的交通还要繁忙 但是现在我们要慢慢的解封 所以你可以开始慢慢的规划 慢慢的去理解 你可以去哪些地方 那因为沙巴 我首推就生态好 离台湾近 然后再就是友善 你很容易沟通 那如果慢慢的可以回到 那个年代的价格的时候 你全家一起出去玩 CP值超级高 如果你又是喜欢生态的家庭 那因为在那边 我自己去那边去了不下素食趟 那那边很多国家公园 我很熟 所以其实我爱那边 胜过于很多地方 而且每次去 因为它实在太地大物博了 每次去都有 每拍过的东西出现 还蛮棒 所以很建议说 其实大家不用像我一开头 就设定秘乳 高难度 而且秘乳很可怕 你英文好不行 那边是讲西班牙文 你讲英文没有用 他听不懂 所以你走亚洲的 就以沙巴 马来西亚这一块先去走 我觉得那是会一个 相对好玩 轻松 也能得到更多经验值的地方 因为我这种英文乱到报 都在那边都可以讲的乱七八八 真的真的 然后我到国外去 就靠那一点英文 从南沙到北 从东沙到西 所以我觉得你的热情 战胜了很多事情 很多困难 因为你想做 你想做你就会想办法完成 然后你就不会害怕 所以我觉得这跟兴趣 也会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你的梦想在前面 一定要到达 慢慢的沟通 你会知道 你只要讲出一个对的keyword 就好了 他就懂了 我最后分享一个故事 我到南美洲秘乳 到秘乳那边糟糕 讲英文不通 半夜有肚子饿 不知道怎么办 我盖着他们都在睡觉 不好意思把他们挖起来 我就一个人到楼下一个摊贩 那个摊贩旁边 有一堆人在吃东西 我就觉得应该不错 我就站在那边看 我就看了一个人 他点了一碗 那很像 有点像我们的硅条的东西 然后上面还加了类似丸子 还是那个 那个豆干纸那样的东西 我就 我就看一看 我就跟老板 老板就看 我就跟老板比 比着那个食物 然后再对老板比着一这样 然后老板就 点头 然后我就把我口袋里面前 一叠拿出来打开 因为我根本不知道 那个钱 就推到他面前 你知道全场的人 都在看我们两个表演 老板就抽了一张 还找钱给我 然后我端了那碗 蹲到旁边吃 我还是要能吃到 一句话都不用讲 不用讲 OK的 只要会比一 跟别人那么晚 行为语言 真的 今天听了阿姐 讲了好多有趣的故事 我觉得野外活动 是孩子五感学习中 很重要的一环 虽然每个孩子的个性不一样 有些可能一到野外 就跟脱缰的野马一样 就好开心好开心 但也有些孩子到野外说 他就是没有办法 很快地适应 他可能说 哎呦好热啊 好多虫啊 好脏啊 我觉得这时候 父母可以有一点耐心 可以陪他适应 然后陪伴他 在这个时间中 感受自然的 有趣的事物 这个过程中 可能最后玩的 舍不得离开的 就会是他了 真的 但自然除了是 提供孩子学习的 很好的地方之外呢 也是他们最好的 放电场所 虽然不是说 每一个孩子都喜欢虫 喜欢青蛙 或者喜欢鸟 但是如果你不去接触他 他永远不知道 他自己会喜欢 所以其实我们要 给他机会 让他自己可以能够发现 大自然的美妙跟趣味 其实还有一件事情 我们刚刚都没有提示 我觉得阿简 自己自身的固执 是非常励志的 对 我觉得建议大家 可以上去Google一下 他的一些经历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励志 我觉得值得 大家都去看看 网络上面可以找到 很多他的故事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别忘了收听完 柯博啾咪秀后 到Apple Podcast 按赞留言 还有给我们五星评价 除了Apple Podcast之外 在Spotify Sound on KKbox 也可以收听到 我们的柯博啾咪秀 今天谢谢阿杰 谢谢大家的收听 我是咪咪 我是秀秀 我是乐霞 黄世杰 大家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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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台中的副冠 要跟大家来开工 一个年轻的过程 我们专业两国译 所以改成台国语了 怕了手先上来 然后通常 每人敢伸出手 都是小孩先伸出来 然后我就会说 父母亲以身作者 那个妈妈手伸出来在斗 然后我就会后面 又捕据为母折强 会自然观察的孩子 通常出社会比较不怀怒 因为他懂得观察环境 看别人的脸色 对呀 每个人对待问我 就你跑也有点不怕死 为什么要怕死 很危险啊 什么危险 会遇到老虎啊 我很想遇到 你知道能遇到老虎 我就超开心 赶快先合照 等一下我自拍